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看到最新一条消息 美国哈佛大学的曾经的化学系系主任 利伯他在周二的时候 被美国司法部正式的起诉了 起诉书上说 61岁的利伯被联邦大陪审团 以两项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 他将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接受传讯 如果被定罪的话 他可能最高会判处5年有期徒刑 这个利伯他本人是 哈佛大学化学系的曾经的系主任 在生物化学方面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他实际上等于是被中国政府收买了 通过这个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给他每个月是5万美元的酬劳 并且还给了150万美元 作为这个实验室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跟武汉的理工大学合作的 当美国国防部找上门来 来询问这个利伯 你跟中国有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撒了谎 另外他对哈佛大学的校方 也撒了一次谎 等于两次撒谎 而且他还特别的否认 自己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千人计划的一部分 不管这个人在学术方面有多高的水平 但是他这个两次虚假陈述 对政府的这种撒谎的行为 他已经触犯了联邦政府的法律 但是他故意去隐瞒 他跟中国的千人计划的关系 他可能知道撒谎这个罪名 可能比这个千人计划的一个罪名 这个间谍罪要轻得多 所以他宁愿撒谎 宁愿去隐瞒这个事实 当中美进入贸易战 科技战冷战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这个千人计划 就等于是给美国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个千人计划的这个名单 就几乎变成了一个间谍名单 基本上美国政府就按照这个名单 去抓人就可以了 我在美国有个同学 他也是化学系的博士 他曾经就跟我讲过 他们做这个医药方面的研究 官方都要让他们填表 让他们交代 在国外有什么关系 特别是拿了什么国外的金钱 特别是作为这种华人的博士 研究人员 他更要小心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首先是华裔 你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管你本人有关系 你跟你的这个家乡有什么关系 你的父母跟国内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这些都是可疑的地方 即使你做到了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 这么高的位置上 你都必须要洁身自好 你都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处理 只要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些往来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 被美国的国家战略 已经定义为就是对手和敌人 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里通外国 你就是有这个间谍的嫌疑 实际上中美冷战打响之后 他一定会在国内进行一个全面的清查 我想这个时候 不管是不是美国本土的白人的研究人员 还是华裔的研究人员 都会有这种被审查的可能性 美国绝对不可能再继续的去充当冤大头 因为像利伯这样的人 他一边拿着中国的经费 他同时还从美国国家研究院拿到经费 他等于两边拿 因为美国是非常有合理的理由 去质疑你 去询问你的 因为你拿的是美国政府的钱 你拿了我的钱 我难道还不能问你问题吗 你既然拿了我的钱 对不对 你就必须要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去做事情 你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经费 然后你却向美国联邦政府去撒谎 同时做出一些违规的行为 你当然触犯了联邦法律了 所以说利伯这个事情 作为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 他现在被起诉 最高面临五年的监禁 这个应该给所有的在美国的研究人员敲响的警钟 就是远离中共远离千人计划 远离这些让美国政府怀疑的这些项目和往来 这期的快报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